看來看夫妻倆互動 飾演大樓管理員的陳竹生 似乎看出他們之間有家暴的傾向 根據衛福部去年調查結果顯示 約每五個人就有一人 曾遭受親密關係暴力 可見家暴的問題同樣嚴重 而不只出演短片的陳竹生感同身受 就連受邀出席的立法委員蔣萬安 同樣也感觸很深 暴力這件事情 好像他的幫兇就是冷漠吧 你感覺好像暴力快要發生的時候 事實上我們好像都可以做什麼的 現在整個社會上面 可能就會發生在你我身邊的事情 所以沒有人是局外人 許多人可能怕惹禍上身 所以往往視而不見 但如果在周遭多一點感知 多一些關心 或許家暴事件就不會頻傳 根據教育部統計 去年接受輔導的兒少 僅有1萬5千人 但復原會根據內政部 衛福部的數據推估 應該有8萬名的孩子 生活在暴力當中 與實際的數據有很大落差 我們目前的盛行率大概是19點多 所以其實是相當高的 所以我們希望藉著今天的活動 把這個社區裡面的關心的聲音 或者是關心的人都把它召喚出來 讓這個家庭暴力的黑數可以更少 家暴在過去被認為是個人私事 自從家庭暴力防治罰上路後 不少的家庭因此找到救贖 但不是每個婦女都有說出來的勇氣 因此婦原會希望藉由短片 提醒大眾要成為友善的路人甲 形成彼此支援的網絡 才能夠有效減少暴力事件